男人是史上最机灵的卖国贼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不但自导自演谍中谍 还把敌人耍得团团转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喜剧冒险电影印度暴徒 179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 以贸易之名来到印度 实行殖民统治 一个个印度土帮被公司兼并 国家遭受奴役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由虎字数领导的一众暴徒揭开而起 势必要将国家从英国人手中夺回来 卷毛是一个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江湖骗子 心机深沉的他 不断游走于东印度公司 与印度反抗势力之间 在英军和反抗军之间左右摇摆 过检查站的时候 仅靠三寸不烂之舌 就将当地财阀玩弄于股障之中 接着带领山匪把财阀洗劫一空 与劫飞老大分赃后 转身又把他们卖给了英国人 利用已故奶奶 脸裤带骗赚了一笔赏金 一天英国的码头有人送来一座雕像 英国人做梦也想不到 这座雕像是活人假扮的 胡子书如战神附体划向敌人战剑 飞身抽刀雪飞剑 一声怒吼把敌人吓破了胆 王国公主大美丽 剑舞须发招招致命 一顿操作猛如虎 爷俩干翻一船敌人 这些印度暴徒 简直就是英军的噩梦 英军降临慌了神 推出大炮就想硬钢 没想到对方早有赚配 英军被炸得溃不成军 胡子书打一枪换一炮 早已成战舰讨治夭夭 英军指挥官不信邪 为了捉住大老虎 选择小绵羊做诱饵 他连夜找来卷毛充当间谍 派他潜入暴徒老巢 司机捣毁这个团伙 毕竟卷毛具备卖国贼所有品质 比泥救还滑溜的卷毛也不扭捏 谈好价钱迅速上路 好戏马上开始 英军战舰上 一群士兵正在逼两个印度人跳海 前军一发之际 胡子书带领暴徒袭击了这艘战舰 英军瞬间乱了阵脚 卷毛与搭档顺势爬上胡子书的战舰 苦肉计成功了 卷毛假装加入战斗 与战神并肩作战 简直不要太爽 英军掏枪想要了结胡子书 卷毛奔向闪躲 不料被一个钩子弹回来挡了子弹 划不出溜的泥鳅 没想到在这银沟里翻了船 还是大意了 不过他也因祸得福 为战神挡枪 简直是天大的荣誉 卷毛成功混入了反抗军的队伍 此时 胡子书正在处置内部叛徒 只见他手起刀落 叛徒人头落地 卷毛吓尿了 自己这身份迟早有一天伸手异出 好在他这次是以英雄人物出场 胡子书本想给他一些银钱 打发走了事 却不想 卷毛根本看不上这些小钱 瞬间戏惊上身 对胡子书一通吹捧后 说想加入反抗军 面对瞒醉跑火车的卷毛 胡子书信以为真 答应了他的要求 卷毛心里松了一口气 很快 他便参与了入火后的第一次行动 前往盟军根据地拿取所需武器 进城后 众反抗军分头行动 卷毛遇到伪装在此的指挥官 马上向他汇报了胡子书行踪 然后又跑到军火库告诉胡子书 这里有英军埋伏 很快反抗军就遭到了英军猛烈袭击 猛军首领为了保护胡子书一行人 也不幸重担身亡 但姜还是老的辣 敏锐的胡子书很快察觉出卷毛是内奸 身份暴露的卷毛也不再藏着掖着 一言不合迅速站到一起 这是一场生死较量 两个人只能活一个 此时英军的大炮毫不留情轰向军火库 两人站在燃着火焰的木板上 打得不可开交 打斗中胡子书不幸跌落 眼见叫葬身火海 卷毛不忍英雄人物就这样憋屈死去 抓住了他的手 胡子书是好人所以得救了 可卷毛是个胆小鬼 他只想保命 此时英国战舰正在不远处虎视眈眈 不摧毁他没人能活 胡子书没办法 只能相信卷毛 让他去解救如亲生女儿般的大美丽 从小到大 胡子书没让大美丽受过任何委屈 但今天他知道无法再保护他了 只能把大美丽托付给这个不靠谱的魂不吝 卷毛是人生第一次被人如此需要 他按下决心 一定不会让胡子书失望 随后胡子书驾驶装满炸药的船只 缓缓向着英军战舰驶去 卷毛则驾驶燃着熊熊烈火的马车 向着大美丽狂奔 一路横冲直撞顺利接上对方 胡子书看着被救走的大美丽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爷俩摇摇相望 一切尽在不言中 来不及留下直言片语 胡子书驾驶着小船向战舰撞去 难道一带枭雄就此陨落了 回到基地 大美丽顺理成章成为新的领袖 他发誓要为胡子哥报仇 而卷毛却趁机溜了 他再次来到英军的宴会 阿谀奉承 难不成又要背叛同胞 又或是有更大的阴谋 吃着二把席 喝着二锅头 酒足饭饱 卷毛又跟英军谈好了桥件 将反抗军的老巢奉上 建议英军搞个偷袭 随后骑着小猫驴潇洒离去 还自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人 不知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英军这边得到地图 直导反抗军老巢 果然 卷毛是个双面间谍 他把英军引到了反抗军埋伏圈 英军将领这个二傻子还在笑 丝毫不知自己被耍了 随着巨石滚落 英军战舰被拦腰斩断 卷毛一个手势 暴徒用炸弹 把他们炸得人羊马翻 接着众人飞肾而下 与敌人见身肉搏 此时的英军早已瞎破胆 没一会儿就抱头鼠窜 此上战役胜离 大大鼓舞了将士气势 卷毛也成为众人心中英雄 另一边 战败的将领厌不下这狗恶气 准备再次向暴徒发起进攻 同一时间 卷毛再次开溜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他已经挤干身上每一处善意 真怕邪恶本性再次回归 还是溜尾上机 没想到刚到海边就撞上英军舰队 来不及多想迅速跑回基地 敲锣打鼓让众人撤退 但在英军大炮攻击下 还是有很多人丧生 老巢被攻陷 众人无处可去 迫不得已 卷毛只能带着残余力量 找老相好大漂亮寻求帮助 大漂亮是专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舞蹈花魁 得知众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印度暴徒 决定出手帮助 毕竟谁都不愿意任人宰割 按照计划 反抗军藏在大漂亮的舞蹈队中 在庆祝石胜节晚会时 找准机会干掉英军指挥官 晚饭开始前 指挥官向众人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那就是胡自书并没有死 原来当初在他撞向战舰时 掉进海里被英军抓住关了起来 他们打算在石胜节这天将人斩首 看着这个如困兽的老人 大美丽众人心急如焚 但又毫无办法 他们只能隐忍 等待时机救人 晚会开始 他漂亮按照计划宰割宾 大美丽则趁机360度翻到指挥官面前 枪没响 大美丽傻了眼 原来又是卷毛搞的鬼 难不成关键时刻他又叛变了 要论耍花样 他排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随后他向英国主子邀功 说这么做只是想将叛军一网打尽 看着卷毛这副摇尾起怜的模样 胡自书气得破口他妈 但卷毛把叛徒精神发挥到极致 不但毫无悔改之意 还当众将大美丽身份曝光 原来大美丽曾是这片土地的公主 但被英军攻陷城堡 父母双亡 后被胡自书相救 才得以保存性命 所以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抓捕 更是为英军解决了一个后顾之忧 胡自书气得咬牙切齿 却毫无办法 随后一众反抗军被送进大牢 等待明日绞刑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卷毛的忌中忌 他带着一堆美食来到监狱 美其明月给狱警夹餐 实则是给他们下猛汉药 吃饱喝足的狱警全部晕倒 计谋得逞 卷毛松了口气 这么一弄 不但将英军迷惑 还能让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一剑砍断束缚胡自书的链子 来着大美丽邀功 却不想对方上来就给他一个大逼兜 卷毛凌乱了 为什么每次做好事都要挨揍 乌黑解除 众人聚到一起 英军欺压他们那么久 是时候以牙还牙了 面对印度暴徒声势浩大的总攻 英军如进攻之鸟 指挥官眼见对方视如破竹 自己军队干不过 想跑路 危机时刻 卷毛赶牙子上架 一个侧身窜出窗外拦下指挥官 以迅雷不羁掩耳之势将其打倒 终于硬起了一把 打斗间 两人纷纷坠落到战舰 大美丽看着眼前的杀父仇人 心中燃着雄雄烈火 一箭射出点燃了身后的恶魔巨像 而指挥官也在雄雄烈火中化为灰烬 这个恶贯满盈的英军首领 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大美丽抱着胡子书崩溃大哭 他终于为父母报了仇 印度人抢回了自己的土地 赶走了英国人 大美丽成为新领袖 带领民众保护家园 卷毛则带着老乡好 继续坑蒙拐骗 他们驾驶翻船 直到英国老窝 白人从他们手里抢走了很多好东西 现在是时候抢回来了 印度暴徒 上映于2018年 片中两场歌舞场面都秉承了印度电影一贯作风 无论是歌词演绎还是剧情 都体现出了追求自由的阿扎德精神 阿米尔汉作为这部电影的亮点 创作者集中刻画他如何在信任与欺骗 忠诚与背叛 自由与奴役之间做出的改变 而对于人物感情升华 则略显匮乏和含糊 比如大漂亮大美丽的情感 暧昧不明 但整体来说 阿米尔汉在这部片中 为我们带来些许轻松与幽默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